大家好,我是美股实战,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美股实战周报 本期周报的主题是橱窗效应 时间从接下来的周一,6月25号到周五,6月29号 那window dressing effect,众所周知 这个是来起源于很久,早在近100年以前 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效应 原因是由于基金经理在季末以及年末 为了粉饰自己的这一个仓位,呈现给投资者更好的一个满意的答卷 而卖出手中的一个弱势的仓位 增持或者说继续持有手中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股票 那这样会造成市场上可能潜在出现强者更强 或者是市场难以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我们看看临近第二季度,6月底 那这个效应是否会在接下来这一周继续延续呢 我们拭目以待 简单一个面对生命 如果说你选择继续观看等同于上书的条款 美国实战学的框架介绍 以及我们之前做过的公开课 常用的分析策略技巧 还有我们学员内部的往期系列培训 这边都挪在这里了 那近期我们会做一个相关黑马的系列的这样的培训 包括经典吸筹,经典挖坑洗盘等形态 还有一些启动形态,主声形态信号等培训 那这边我们也是列出了这一个课程表啊 那具体的时间以及通知 请关注我们的官网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这边形成都是放量的啊 那近期感觉比特币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要放量的一个意思了啊 那我觉得底部要形成有两种前提条件 一个是出现恐慌啊 一个是出现恐慌 大批的这一个韭菜或者说一只不坚定盘啊 卖出那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放量 也就是第二个条件放量之后 我们看到几次阶段性的电子货币的底部 都是出现在放量之后的啊 都是出现在放量之后的 那这一次已经开始在呃 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开始一路放量下跌下来了 那今天以及周五的这一个量 让我觉得这里可能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已经出现了啊 也就是5750 这里可能就是电子货币比特币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底部 那我们从技术形态上来看一看啊 MACD这边其实一路以来都是一个背离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随着价钱一直往下 但MACD一直在背离一直在胶着 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明确的金差 那我们这边需要一根大阳线站上6300 那这里就是说明啊 这个可能短期的底部阶段性的底部就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看看啊 这个KDJ 这边也是这样的一个背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包括Statastic RSI也是背离 包括RSI这边也是背离 随着低点不断的降低 但是我们看到指标动能却是慢慢的向上啊 那我们看其他指标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大同小异啊 那感觉这边背离情况下 日出级别的背离很多指标开始出现背离的情况 而这里意味着可能真的是这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 在近期可能会已经砸出来了 在5750到5800附近这个位置 如果说能够成功站上6300 6400也就是平均成本线绿色线这个位置的话 那我觉得这边啊可能会往上飘浮啊 可能会往上飘浮 甚至可能一度会去到6700 6500 6700 6800到7000的这样的位置啊 所以短线的这一个啊较低风险潜在高回报的这个强反弹的位置已经出现了啊 那之前我们一直是空头的一个思路啊 在跌破7000以下之后 我们就说这边是逢高做空逢高做空啊 那现在做空的仓位已经可以开始回补了 在期货开盘的过程当中 这个开盘之后啊 我们就要把这个做空的仓位给回补回来啊 如果说你是用其他交易所可以24小时交易有这种杠杆可以做空的话 那这边仓位也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做空的这一个仓位 从Sachasti RSI来看 这边很有可能会开启一波向上的这样的动物 那我们看看以太坊这边似乎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包括EOS最近也是大跌下来 已经是被腰斩下来了 那感觉这一支我觉得个人觉得不是很好去触碰啊 可能难免会出现一些超跌反弹啊 难免会出现一些超跌反弹 那这边其实累积了大量的套牢盘 我觉得这边可能反弹 任何反弹都是一个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从图形上来看 那B&B相对来说比整体市场要较弱一些啊 整体市场较弱一些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背离行情 所以我们暂时先不管 那其他的一些小的币种呢 我们就可以先忽略不计啊 我们先看看比较稳的大的这种币种 Bitcoin Cash这边也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背离啊 那Bitcoin Cash如果说要选择Bitcoin跟Bitcoin Cash来说 Bitcoin Cash可能涨起来会更凶一点啊 包括以太坊啊 还有这个莱特币这边可能反弹起来也会相对来说 更为猛烈一些啊 比比特币来说 那其他一些小币的话 我觉得看上去火候都还未成熟 可能需要大币先拉动一波 站稳之后这些小币可能才会有出现更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 那很多小币现在已经融为空气币了 就是大哥都没有起来 这些小币更加难起来了 而且大哥一旦起来的话 形成这样的一个吸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就是资金都流入大币种或者较稳的币种了 反而忽略了这些小的币种 那当市场稳定之后啊 大币反弹稳定反转之后 可能才会出现更多小币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如果说小币的话呢 我们这边重点还是关注 像NIO还有阿达还有瑞波币啊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 这个有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些币种 有前景的这样的币种 包括这个IOTA 这边大家都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那我觉得火候还未到 火候还未到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电子货币实战精英群 跟我们一起实战电子货币扫码加入 我们看看大盘 大盘最近还是由于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 新闻负面营绕啊 那我们看到这里中美方面的话 市场已经选择了这一个贸易战的一个 赢家跟输家了 我们看到ASHR 这个是中盖的这样的一个 中国的这样的一个A股相关的一个ATM 我们看到美股啊 在这一个贸易战开始慢慢激化的过程当中 中国的A股跟美股啊 明显的这个分道扬镳 那市场已经认为 美国可能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啊 或者说接下来美国可能会更占优势啊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盘会如何走啊 那根据LA为我们以往的这样的一个预判 我觉得这边还是一个五浪的一个上涨行情啊 除非说我们这一个2680这里破了 或者说跌破到2700以下 我们这边才需要说更需要说担忧啊 这一个之前我们的这个预判五浪的一个上涨 是否已经是不复存在了啊 那只要是不破2700 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往上看的啊 大方向还是往上看 大趋势依然是向上 那近期呢很有可能我们会上攻到2800 甚至到2820 当然这里也有可能有个潜在的目标 就是去到2720附近 然后再往上攻 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 那我们现在是在三浪当中啊 五浪上涨里面的三浪 那三浪当中呢 也分为一二三四五啊 那我们现在可能是在三浪当中的四浪 那四浪向来就是又臭又强的 所以这边也难免可能会有一些弱势再往2400 2740我们看到在上周隔夜的时候 期货是碰几道的一个位置啊 同时呢2720这两个位置 我觉得都有可能碰几道 那如果来到这个位置出现反转的话 那可能会出现更好的叫上周啊 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全年第三家买点 是我们中长线啊 想要更多布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那如果说这个位置一旦出现了 这边的话我们找寻机会啊 加仓或是布局更多的中长线的仓位 甚至说波段短线 这边可以去集体的去找寻buy dip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向上看 但前提是2700不要破啊 那我觉得2700还是2800 那依然是下一周我们这个重点关注的两个位置 以及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如果一旦突破28002820 将成为下一个瞬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 那我期待2820短期来说也会遇到一定阻力 如果一旦我们去到那个位置的话 一旦去到那个位置的话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看 去多分享看多说话 从市场的内部指标 包括期权的这一个buyer sentiment garage来看的话 我们先来到了一个极端的乐观的位置啊 Bullish extreme 那这个其实不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setup 有好有坏啊 说明看涨的人多 但是短期有点太多了 所以可能需要一个snap back 需要一个洗盘啊 需要一个反转 然后这边可能中期来说 再往上走可能会更为佳的这样的一个setup 包括我们看看标普摆的这个信心啊 投资者信心也是在上周来到高点 纳斯达克也是来到高点 那些是冲高回落啊 冲高回落 那一切都指向的是 我们近期的这一个投资的情绪 有点过火热啊 有点过火热 包括我们这个equity put and call ratio 我们常用的brother market的这个期权的一个投资者情绪 我们看到也是在一个较为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但是已经比之前极端的乐观的位置要偏离了到中间的位置 所以这边这个指标呢 可能更多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再去让它漂浮一下啊 那包括我们这个retail bar to open only put and call ratio 这个零售散户啊 买的一些小单的这些看涨的期权 我们看到比较多一点点啊 看涨的期权比较多一点 感觉有点过度的乐观啊 感觉有点过度的乐观啊 感觉有点过度的乐观 那零售散户过度乐观的话 可能这边也需要一个snap back啊 可能需要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snap back啊 然后把这个情绪稍微再缓和一下到中立的位置 可能会更为健康的一个上涨 那包括weekly的retail pool buying 我们看到这边也是接近到一路在这边啊 洗刷下来的 当时我们很早的时候在follow这个index 当这个散户都在买put的时候啊 这边就是要开始什么做多的时候了啊 我们要跟大部分人要相相反而行啊 相反而行啊 那现在大家都开始买call了 那马上奔向这个较为积极的这样的位置 那这里可能市场可以终于开始向下回落一下了啊 终于可以开始向下回落一下 我们看short term trader sentiment 也是比较偏负面的 可能这个交易者啊 都觉得说这个近期的负面新闻 还是有很多潜在的地缘政治一些问题啊 political event trade war circulating 所以这边呢也是看到这一个指标 跟刚刚我们讲到的几个指标有点相反啊 有点相反啊 我们也是重点参考一下 另外我们再看看大盘 其实呢经过6月份5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性弱势之后 我们现在马上将要步入7月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如果接下来这一周又是window dressing 同时可能又面临的说投资者情绪过热 那是否会出现一个珠视 或者说只是一个横盘盘整 然后为7月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做准备的啊 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看看原油黄金 原油跟黄金线都是在一个较为低风险的潜在高回报的这样的一个setup 位置 包括原油 那我说了原油就算是欧坏会议这边出现利空 不一定要出现利多啊 就算出现利空 利空出境依然也可以涨 因为投资者情绪已经非常的极端负面了 而且可能已经price in了潜在的一些利空消息 那当利空出境可能就只能向上涨向上反弹了 那我们看到原油在中午的时候 也是借助欧派的会议的这个混乱啊 所以说可能这个增产的这一个可能达不到达不到协议了啊 然后就往上走了 那原油依然是我觉得2018年 包括黄金啊 大宗商品年 我觉得这两个品种都是有任何的大回调大回撤 都是非常好的啊 这个找寻机会去buy dip的 特别是黄金 特别是黄金 现在已经来到了绿色的这样的一个点位啊 绿色的点位说明这个已经极端的负面的一个情绪了 通常意味着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底部 或者说是一个小反弹出现 有没有可能啊 我觉得之前我们看到好几次都是这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 或者说一个小反弹出现的位置 所以这边质量至少我们还是要去找寻一个 这个黄金做多的机会啊 毕竟是一个low risk的这样的一个buy point 那原油的话可能已经中午已经起来了 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能源的公司 或者说跟这个原油相关的啊 这边我们也是来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强势周期了 6月份在经过小这个可能这个折腾之后啊 7月8月9月开启一个夏天summer cool oil rally 那这个是来自于acliteclock.com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那也可以上这个网站去查询更多其他的一些大品种 甚至个股季节性的这样的一个图表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原油 季节性的一个强势周期 也是夏天来了 出行的人更多啊 或者天气更炎热 需要用到更多的能源 准备能源板块 看看接下来的几个月 我预计还是会有不错的行情的 那我们看看sp500 sector market cam 最大的还是这个科技板块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再来无凶置疑 接下来就是银行了 那两大马车能否继续的带动市场上涨 我们看到最近科技股相对较弱 银行股也没有能够起到领头羊 或是股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啊 我们看两个板块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从投资者情绪来说 financial的确是来到了一个极度的一个消极的位置 科技呢在我们上周警示过啊 来到了比较乐观的位置之后 要非常小心这个指标出现了顶背离啊 就是价钱走高 但是这个指标却出现了什么 向下的一个趋势是顶背离 要小心科技股的冲高回落 我们看到科技股冲高回落 而且semiconductor继续领跌啊 那我觉得科技还有一腿向跌啊 还有一腿下跌 然后可能就开始这样的一个财报预跑了 我们看到财报马上一个月之后就是银行财报 然后Netflix将会在7月18号啊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7月中下旬开启科技股的财报啊 那财报季往往这个是很难跌的 或者说看慢慢的飘浮向上欲跑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们看到前面几个季度好几年都是这样子啊 预计这一次也会是这样子 毕竟我们这个财报预期还是非常好的 一个我们会讲到啊 那金融板块这边再往下跌一腿 那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上周也讲到了 那我们看到也跌了这一腿了 那开始可以建仓买入金融板块 科技股可以再等一等啊 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有更好的机会再介入 Tech Company issues of bonds that can convert to stock 那当这个科技股非常火热的时候 又回到新高的位置的时候啊 我们看到这里发债券的这个额度又开始增大了啊 每次发债券额度增大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啊 科技可能这边要跌了啊 所以这个指标这个这张图让我看上去也觉得有点可怕啊 当然下面这个是以年为跨度的 以年为跨度的 那13个billion的这样的一个bond that can convert into stock 会对市场的这一个啊 供需关系造成很大的一个不平衡啊 可能这里大部分的人这个在高位被套牢 或者说要套现的话 这会引发这样的一个恐慌式的下跌啊 恐慌式的下跌啊 当然我觉得科技公司各方面估值啊 各方面都还比较健康的啊 所以这边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毕竟下面这个时间轴横度 横轴是一个以年为跨度的啊 以年为跨度 所以可能需要时间啊 也难免说科技股还会有新刀 然后可能19年20年可能就不一定了啊 这张图我们从长期来说还是有点担忧的啊 那我们看这个从估值上来说 美股的估值依然是领跑全球 美国是全球最安全的资产 那新银市场呢受到美元的这样这个强势影响 包括川普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些政策啊 我们看到新银市场是受到非常大的打压 从这个PE上来看 就明显看到资金并不在新银市场啊 新银市场 那除了美国的这个developed market啊 这个发达国家就是欧元区为主了啊 我们看到也是借于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啊 借于中间的这样的估值啊 那我觉得美股可能已经来到一个估值的一个叫高位 那新银市场跟欧洲国家如果说在这个政策上啊 或者说未来局势稍微稳定之后啊 可能这边还是更多价值所在的两个地方啊 在这所在两个地方 从经济来看 我们看这个assisted home sale 不断的在往上走 mortgage rate也在不断的往上走 但是这边也稍微注意一下 随着mortgage往上走 sales 其实这边是有下滑的啊 那这个 这个房贷利率走高的话 从短期来说 目前我们看到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啊 但从长远来说利率走高 其实每个人还贷的这一个能力啊 或者说还贷的这个金额会慢慢的出现偏差 最后导致房价可能会滞涨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违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这个利率如果慢慢走高的话 我建议我就觉得说这个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开始cool down了啊 可能会开始cool down 那很多地方都已经是回到08年的这样的一个高点位置了 甚至突破08年的高点位置啊 所以这边也要稍微小心一点 那国债利率继续走高 美联储今年加息4次 19年如果再加息4次的话 那我估计这够呛啊 对房地产市场够呛 那房地产市场 我们从这个IY2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长期在200天均线以下 甚至在200天均线附近徘徊 已经有一点进入到熊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这个是道琼斯的房地产指数啊 IY2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当然这个从中长期来说的话 这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些东西啊 另外从啊这个经济recession 从这个十年国债跟两年国债的这个优客差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ISM Manufacturing Index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还是非常强劲的 而且市场的这个credit spread的这一个风险 我们看到也没有太大啊 而且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价啊 那差价啊我们看看往往还会是经济继续在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所以说这张图也告诉我们经济可能还会再往上扩张啊 经济可能还会再往上扩张啊 经济可能还会再往上扩张啊 目前市场上感觉这个recession的可能性啊 在近一两年来说看上去还是有点遥远的啊 看上去有点遥远的啊 看上去有点遥远的 让我们最后看看财报啊 那财报大部分的公司啊 在Q2这边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展望预期出来了 这个是从21号啊 21号早上出来的 那很多展望都已经是非常不错啊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税率啊 在税改之后啊 这个effective tax rate已经有一定的这一个明显的变化了 那这边会对cells对对EPS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 对EPS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我们看到这三年的平均EPS growth cells growth以及对比这几个季度 接下来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的确是进入到一个加速增长 但是有可能增长开始放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那这里我们需要严重的去关注一下市场的反应是如何的啊 我们看到Q1的财报是非常好的 对吧Q1 2018年Q1财报是非常好的 但是市场没有涨或者说滞涨啊 那我们看看Q2是否财报会对股价会有一个积极的影响啊 那如果说没有积极的影响 连续两个季度高增长 并没有能够把美股带向新高或者说更高的位置的话 那这边投资者需要担忧了啊 是否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瓶颈 那如果说好的财报都不能把股价推上去的话 说明市场还有很多其他的风险 或者说已经price in 了这些利好的消息在里面 所以中长期马上接下来的这一个月的这一个财报啊 我们也是要重点去留意去关注这基本面上的一些变换 结合技术图形上价钱上的一些表现 好我们看看RTI real trade index cm 那这一个上周是持仓啊没有变 那这周还是一样的一个持仓的一个情况 预计市场还是在一个盘整高位盘整 raise cash to or use hedge 尽量的这个止盈要及时啊 只应要及时感觉市场目前还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但如果说这边一旦下跌下来的话啊 如果说市场选择下跌激跌 那我们可能这一个指标会从后转向建仓啊 那这个是我可以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 因为这个指标呢我可能每周在周报上面有更新 但是每天呢我们都会如果有变动的话 都会学院的学院群里面有更新啊 那最近这几周都是后 所以说也没有出现建仓 也没有出现什么这个现金未亡或恐慌的情况啊 那我觉得预计如果这边往下跌一下的话 这个指标很有可能会在盘中某个时段 或是尾盘打到建仓啊 就是buy the dip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这边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啊 接下来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啊 那到时候呢我会把这个表如果说有变化的话 更新在我们学院群里面 好那我们例行检查一下大盘 黄金石油等重大交易品种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一起来看一看 好那各大交易品种 我们看先看大盘啊 大盘资金的都还不错啊 都还不错 都站在20天均线以上 那道指的话明显较弱啊 50天均线这边感觉有点危险 那道指是工业指数呢 很多跟贸易战相关的股票都在里面 包括波音对吧 那这些波音其实是道指里面权重最大的 而且道指是price-weighted average 就是价钱越高 这一个权重越大 所以基本上道指就等于是波音了啊 这个道指其实30只股票 其实其他29只都不重要 其实最重要就是波音啊 那波音跌因为贸易战的影响 那道指依然会非常的弱 黄金资金流一直往下走 原由这边资金流开始有pick up 转头向上的一个迹象了 站上50天均线 那如果回踩50天均线 资金流继续向上的话 那依然是by any dip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我觉得原油趋势已经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扭转的可能性了 站上50天均线或回踩50天均线 都是继续考虑做多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当然直接去买多原油 我觉得可能已经是不太有效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了 可以更多选择一些能源相关的一些股票啊 或者ETM可能会更好 那天然气继续走自己独立的行情 美元继续资金流在背后走强 感觉美元还有一腿向上啊 但美元指数啊 DX已经来到了主力位置95跟96 那这个位置呢 是多年之前没有过去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稍微要注意一下 如果这边冲高回落的话 黄金可能会有反弹的机会 像我们刚刚也讲到 黄金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恐慌情绪 这个位置了 那国债走高 国债走高 反而是在加完息之后啊 市场预计这个国债可能有点超跌了 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向上的这样的行情 包括背后资金流非常的强劲 那国债走高 国债利率这边可能会再一次回到三以下 特别是十年国债啊 所以这边国债走高 其实也是对美元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然后对黄金其实是有一个积极的影响 但我们看到很多之前我们强调过的一些相正相反的一些关系 目前都变得非常的模糊啊 非常的不确定 可能也是由于基本面在转变啊 呃带来的这样的一些短期的一些啊 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相关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我们看到VIX中期VIX跟短期的VIX还有包括日元 这边都明显示有避险的资金进场啊 有避险的资金进场 说明市场的风险还在背后慢慢的加剧啊 还在背后慢慢的加剧啊 所以警方这里会有一个急跌下来啊 我觉得这里可能感觉有一定的风险资金在这个寻求避险啊 寻求避险的 包括国债对吧 也是一个避险的品种 我们看到资金流也是非常的强劲 后面四个让我觉得说还是有一点不安的啊 就是还是有一点不安的啊 我们看到板块 板块非常的强啊 非常的强 有领导者的情况下 板块是很难跌的 包括科技 还有三边可能他得虽然在跌到 我们看到资金流也是非常的强劲 可能就是一个牛旗 回来50天均线可能又上去了啊 那么XLB包括XLE 资金流其实都比较弱啊 XLY领导者身份很强 XLPXLV HealthCare XLU这边也是啊 包括道雄市交通指数 XBI 我们看到资金流都非常强 那我希望说银行板块这边跟上啊 银行板块这边跟上 这三角形弹整已经弹整了很久了 那资金流这边其实是有一定的正背离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看能不能借助财报预跑 或者说向上走 那下这周呢 也有一个银行的这个Band Tax的这个事件 我们看到结果都非常的好 那这下周也会有再一次的这个银行压力测试啊 我相信可能也是潜在的一个catalyst 潜在的一个catalyst 那这边有利好的 有这个资金流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话 我觉得市场还是难跌的啊 市场还是难跌的 所以从板块的角度来说 感觉这边是一个轮转啊 风这个风水流流转啊 可能是一个这个大牛市啊 大牛市这个最多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一个盘整 就是通过板块之间的轮转啊 板块之间的轮转 那感觉近期资金是从科技是有流出一点点啊 流入了其他的一些板块啊 或者说金融板块可能是潜在下一个 这个资金流入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那有银行板块的情况下 市场是难跌的啊 但是我们需要出现领头羊 或者多匹领头羊 市场才会出现啊 强势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我们看到一些次分板块 资金流非常的漂亮 包括REITs ETF 房地产 Retail 还有建材建商 包括金融啊 中小盘金融这边也是站在50天均线以上 资金流还是一个正的一个方向啊 那能源类能源开采能源服务相对来说 资金流较弱 但这边能源开采依然还是我们觉得 比较强势的一个能源类的板块 较能源服务来说 我觉得明显的一个强势啊 所以做多首选是XOP类的啊 这种能源开采 深海开采 或者说近海开采的这些能源公司啊 或者开采公司 XME 二十年均线过不去 资金流也没有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 有点珠 那金融啊 这个金属的包括农产品还有大众商品啊 这边资金流都还在一个过渡的过程当中啊 那可以考虑去buy dip 如果说喜欢这类的话 但是要可能设好一个止损在低位啊 那如果说一旦这个低位守不住的话 那可能就向下继续再往下走啊 那这边守住的话 资金流看上 这边说不定还会有反弹到 二十年均线五十年均线 可能才会遇到一定的阻力啊 可能才会遇到一定阻力啊 那这是一些次分板块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看一些大的蓝筹科技啊 那Facebook依然非常强劲的资金流在高位盘涨 Amazon Netflix 谷歌 苹果 包括Tesla 没有任何想要后退的这样的意思啊 英伟达也是 网易这边资金流也开始向上 突破五十年均线并站上 那这个长期的下降趋势 已经在受到挑战了啊 百度资金流也是向上啊 资金流也是向上 那么上周也是有很多大单在抄底百度啊 阿里巴巴 之前我们也说过不看涨 210过不了 可能要往下到200 那资金流现在还是没有特别的好看啊 所以可能我觉得阿里巴巴巴 还是要再等待一下 包括京东对吧 我们前面一段时间做了这个量化分析报告 京东涨了35块一路涨到接近 盘前最高是去到接近4850块钱的啊 那现在京东感觉这一波已经上涨完毕了啊 就要等待 耐心等待下一波这一个行情 我觉得中概股很多可能行情这一波 已经是该涨了就涨完了啊 或者说还剩下补涨的一些东西了 可能稍微要再等待一下啊 可能稍微等待一下 周末也是有降准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 我们看看A股开盘之后反应是怎么样 包括一些中概啊 在明天开盘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啊 pricing 这个booking.com 原来的这个priceline啊 也是在高位盘整 那就是比较强的一支大这个市值可能没有其他科技股大 但是价钱是相对较高的一支股票 资金流也是非常的强劲啊 我们看整体来说大蓝筹还有包括中概的一些科技股 这边都是比较强的一个背后资金流 那市场可能也难跌啊 也难跌 临近到这样的一个财报季了啊 我们看M1O M1O终于砸到波伦局面下沿 那我们说到砸到波伦局面下沿 就是找机会去buy any dip 找机会去buy any dip 那SPY SPX 这边相对应的这一个买盘指数 就纽加索的上涨量跟总量的一个比值 我们看到也是来到支撑的位置 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挑头啊 上挑头 那这边波伦局面下沿 砸到加上买盘指数这边上挑头 那可能接下来会开启一个upcycle 也是buy any dip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纳斯达克Maclean Ocelet 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再往下跌也是出现buy any dip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看看下周的财报啊 财报CCL 我觉得重点关注 还有Nike还有Lennart 那其他的公司可能大家倒不是很熟悉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 这个Jinko Solo啦 还有这个KB Home啦 BBBY啦 这些可能大家 比较有了解到或者知道的一些中小班的公司吧 我觉得可能大公司比较少 大公司比较少 还是那句话 大家看好自己手中的股票 财报的日期 用最舒适的财报仓位或者说这个期权策略啊 去过财报或去一小博大啊 我们看看上周啊 包括这个Nike啊大家可以看 Nike的这个财报数字是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圆弧过渡啊 所以我们看到股价也是这样的一个圆弧过渡啊 那也有朋友在Nike上班 感觉他们这个的确是很忙啊 这个朋友是做设计师的到处出差 到处有这个新的这个鞋型出来啊 那感觉这个增长可能还是有的啊 增长还是有的 而且夏天到了世界杯 这个运动这个灰洒热血的时候又到了啊 那运动品牌 运动产品 运动股票 是否又会季节性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周期呢 那我们也拭目以待 但我觉得期权的油水并不大啊 去做Nike的油水可能并不大 那除非说可能出现大跌大涨的话 那可能会有机可图啊 那上周的话我们期权策略方面做财报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斩获 基本上就跟我们周报分析一样 觉得油水不大 所以就没有去做啊 但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会有些不同的啊 BBBY 期权implied move跟average move是一样 但我相信BBBY 肯定还是一个 这一个脾气暴躁的一个品种啊 不是大起就是大落的了啊 所以这只说不定也可以考虑做straddle 我们看到很多retail stock 都可以考虑做straddle 那P1 import 这个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期权油水了 所以就放弃它 AVAV呢 这也是好公司啊 大跌要买 但是感觉期权油水不大 EROS就是宝莱乌概念股啊 那这也是期权定价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pricing move在里面 所以也不管它 那其他很多公司不熟悉的话 我们也不管它 或者说已经price in了 我们也不管它 对吧 那Rite A这边感觉可能有一个straddle可以做 有一个straddle可以做 Jinkle Solo也是price in的很大一部分在里面 Sonic也是 Info也是 Lenar这边也是啊 感觉期权下一周这个implied move都很大 基本上没什么太多油水啊 所以这边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 可能就是AVAV偏看涨多一点 除非这个当然可能也不会去做啊 大跌可能会去捞 另外就是BBBY还有这个RA RAD啊 这个可能做一个straddle 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个公司一个药股 接下来我会在后面的这个本周事件里面讲啊 Account 大家可以继续往下看啊 我们看本周事件这个中美贸易战争依然还是重点 那接下来就看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进出口啊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限制 特别是中国在美国公司的这个投资 还有说美国公司的科技外出到中国 那我觉得川普可能会从这两点着重入手 那可能会有些相应的公司 或者说A股继续会有影响 大盘也会受到影响啊 US的GDP Final Estimate 还有在周五盘前8点半美东时间会有这个Personal Income 还有Inflation Data 这个也是对加息下一步只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个Data 当然我相信这个可能加息 今年加息四次的这个格局啊 如果数据没有什么太大插入的话 应该是加息会加四次啊 三六九十二啊 这三个月每隔三个月加一次啊 还有些欧元区的一些数据可能并不是太重要 这边我刚刚也讲到了Nike 是这个财报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公司 还有就是银行会有第二轮的这个压力测试啊 压力测试 CCAR 6月28号盘后 那这个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对银行股来说是一个好事 另外呢 这边还有关于中美战争的一些评论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Earning CCL也是传言说巴菲特有想要增持啊 或者想要开仓好像没有持有这支股票啊 巴菲特想要开仓这支股票 CCL 这支有期权移动 大家注意一下25号财报 那其他刚刚也讲到了就不重复了 还有一些IPO IPO这里发现药股IPO比较多啊 药股IPO比较多 之前很多是科技股 很多互联网科技信息科技啊 互联网安全 那这边药股开始IPO 我觉得药股IPO 我个人就没有太多去注意了 因为毕竟这些是烧钱的公司嘛 上市肯定就是为了集资啊 我觉得可能都是更多是一波炒作 我们看到上周很多药股IPO定价在较低位 开盘的时候开在很高的位置啊 我觉得这波行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泡沫 包括虎牙三兄弟这边也出现大幅的回落了啊 但是这里还是有几个好的IPO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一个Evercrow 好像是做保险的 另外还有一个Hypecar做二手车 共享平台 还有优性二手车啊 就是中盖啊 优性 代码就是优性 那这几只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包括这里还有一个Goldbug 做这个货物运输的 这几只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话 我觉得IPO行情现在慢慢的有点淡下来了啊 所以选股上需要更加的精挑细选啊 精挑细选 还有Quired Period Expiration Notable Analyst and Investor Meeting Business Call Update Annual Meeting Upcoming Stock Split Special Meeting 还有FDA Watch 我刚刚讲到的 Account 这里做尿道源感染的 这支药有一个新药 New Drug Application 结果在25号 那当时我们看到在前面几个月的时候 当时也讲到过这支股票 当时这个FDA Committee给的这个指示呢 好像对其中的两种不同的药啊 有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一个是Community建议通过 另外一个Community建议不通过 所以我们看到股价是先跌 然后后来又拉回来了 完全拉回来一个深密的反弹 那当时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做波段 短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那我预计这一次的话 我觉得市场对Account的这一个市场的这个价钱波动 有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期权的一个定价啊 那我们看到Account 如果说看到接下来如果是25号 这个有事件的话 那现在下一个期权日期就是7月20号 7月20号12块钱12块5的这一个 Put跟Call加起来才不到3块钱 4块钱以下吧 加起来才不到3块不到4块钱 那我觉得潜在如果说消息通过的话 这个是可以去二三十块钱的一支股票 如果说这边FDA不通过的话 可能又回到个位数了啊 可能回到个位数 所以我觉得这期权做straddle 或是做strangle做波动有非常大一个油水在里面啊 当然可能开盘之后 这一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定价 可能会有引起可能会有影响啊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在4以下的话 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必做的一个strangle 或strangle 当然如果说这个价钱跑到更高的位置的话 到5块到6块 那可能就不值得去做 因为可能这个期权已经完完全全把这个价钱给price in 进去了啊 那我们看到现在account价钱是在12块5 我看了一眼这个期权的这一个 目前12块5的这一个straddle 7月份的下一个日期的 就是在4块钱以下啊 当然可能周一开盘之后都不一样 那我们看有偏头痛的两支要 到这个PTIE 还有DRX 这两支动能非常强的 开始有点冲高回落了 29号也有这个advisory panel 这committee给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 你看看上周好像是讲到了 好像时间又延后到26号 这次也是关注一下这两支肯定会出现前代的大波动 如果说有期权异动有人知道内幕消息的话 我们要跟进啊 另外还有这个GWPH 这个是大麻股啊 大麻概念的股票 那这个是至癫痫的啊 至这个少儿还有神经癫痫的 这一个大麻素啊 大麻素口服的啊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神奇的啊 这个药如果一旦成功的话 这个市值真的是 我觉得现在的市值还是偏低估的 虽然说这个市值也不小了啊 27号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 看了一下期权好像感觉有水不大 那看看有没有正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或者说就不做stradle了啊 直接做一个方向性的这样的一个期权 那注意这些都是以小博大啊 有能力的话一两百块钱 有能力的话几千块钱一两千块钱就OK了 没有能力的话几百块钱 就当是一个啊 这个可能彩票吧啊 可能大概率可能会中的彩票 但是可能你这样算下来是5050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或者说有时候高过50的概率啊 其实基本上就是赌 你小多大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仓位的控制 你不要说全副身家进去了 然后跟我说啊 院长跟我说会涨 药物的最后结果没有人能够知道了啊 包括可能这个这个很多内部人士可能都未必知道 当然内部人士会提前知道一些消息啊 我们也是要重点去关注一些异动 那这些异动呢 会为我们增大胜利有非常大的帮助啊 那样看box office comcast 朱罗基公园 暑假的时候还是会有新的一部出来 那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有的话 我还是挺喜欢去看的啊 还有这个啊 Disney 的 Incredible 2 啊 这个好像也是在最近会上映了 Washington 方面的一些消息 还有 Money Fund 峰会 也是关于银行的啊 这个在 Pittsburgh 的一些峰会啊 那我有职业有朋友在 Pittsburgh 看看他这边他去不去啊 到时候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消息 Biron Mansion 注意一下这几只股票 好 那本周的周报到此结束 那更多的关于选股的环节 个股的一些啊视频 那我放到了中长线计划里面 那中长线计划已经在周六发出 那可以去订阅我们中长线计划 或者说如果是你学员的话 可以登陆我们学员的官网 去查看我们中长线计划的视频 每周六定期发出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美股实战学员周报 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学员公众号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学员公众号 Ritual US 以及加入到我们交易群人 一起实战美股 习战期货的电子货币更多信息上 不然我会取 Until next time Try green and stay profitable 拜拜